正在泰国集训队战奥运赛的中国国奥队,迎来了第三场热身赛。 最终三,迎击把泰超球队曼谷联币队,在泰国三场热身赛取得全胜。 其中为国奥队取得进球的球员,分别是来自广州恒大的两名小将,包括了杨丽宁和杨炳昊,而杨丽宁则是受了了没开奥队的好戏。 并且还有一次助攻,杨丽太超球队曼谷联一线队抽不出时间,所以最后国奥队选择跟第四级别联赛的球队曼谷联币队贴热身赛。 上半场中,国奥跟对手互交代战,但进入下半场之后,国奥队先是依靠杨丽宁的进球,取得英球领先,之后杨丽宁大赦放下英城,最后又阻攻杨丽宁划所定顺级。 除了这场比赛,交出二十一城之外,杨丽宁还在胜场国奥二比一逆转取胜大赫联队泰国第二级别联赛球队的比赛中,还上吻了能参加二队的好戏,是中国国奥队逆转对手的最大功成。 尽管国奥首战雷宁一逆转取胜败那股大学队泰国第三级别联赛球队的比赛里,杨丽宁没有取得进球,但三场越深再向而打进次球和助攻一次,一共对赛了五球。 杨丽宁是进攻端发挥最好的球员,还在上个月的阿联球未战期间,中国国奥跟阿联球国奥的一场越深套中,虽然球队一,二落败,但是杨丽宁打进球队全场为一进球的球员。 新赛季以来,杨丽宁的状态已经提升了很多,其中进球就是最好的阵营,这对于卡纳瓦罗来说,则是应该高兴的是,现在高营营营较大,继续寻找接班人选。 而新赛季的维世豪,属于巅峰类型,但杨丽宁跟周瓶的类型十分相似,再加上杨丽宁今年只有22岁,未来权力还有,就看卡纳瓦罗是否重用杨丽宁来好好培养大龄的接班人选了。